嗨,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李子柒和赵本山 我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人想在一起呢 也很奇怪的 其实李子柒这个人的话呢 我是前几天才知道的 我这个人的话呢 一般来说对娱乐新闻和网红不是很感兴趣 然后呢,但是我经常是看财经的那个新闻呢 或者是有关的评论之类的 然后就在某些财经的博主里边 就发现有人就提到了李子柒 还有李佳琪,李佳琪现在我还没有看哦 然后就看好几个博主都提到了 还在微博 我就想啊,这个人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那么我去看一看吧 然后就搜索了他的视频 我就先看一个视频了 看个视频的时候 镜头很美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手 一般的来说 他是二十几岁没到三十岁的一个女孩子 那个手基本上就现在人的手都是细长细长的 没想到他的手这地方是扁平的 然后那个指甲就是不光滑 就有点凹凸不平的那种感觉 当时给我的印象 就是因为他那个手是个特写嘛 去砍什么东西还是抓什么东西来着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 觉得哇,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干活的人 而且是干了很多很多那种体力活 所以的话呢,我就去找了他这个相关的那个报导 然后呢,上面就说 他从小的话呢,父母离异 父母离异的话呢 他就跟着爸爸在一起生活 后来爸爸的话呢,又过世了 又被他继母,就是欺负给他按到水沟里了那种 后来他就跟他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了 再过了几年之后 他爷爷就过世了 就只剩下他和他奶奶 在他14岁那年 他就去城里打工 做个餐厅服务员啊 做个DJ啊 后来八年之后 他奶奶就生了一场病 他就觉得世界上最亲的人是他奶奶 所以呢,他就回去了 回去的话,他总要是找一个 活来养活自己 总是要赚点钱的嘛 虽然大事案里边的消费不高 但是你什么柴米油之类的都有 但是你还有一些别的日常消费呀 或者什么 他总是要想赚钱的 然后他就在什么开网店呢 在逃弄这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就试着把他爷爷原来做相处时候的那些个经验 然后他就做视频 是为了这个他才开始做视频的 但是的话呢 就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他从小受这个罪和他后来的那种爆红 我当时跳入我的那个脑海里边 第一个感觉就是赵本山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他俩就给联系起来了 因为赵本山那个时候 大家知道了 在1990年代吧 相亲那个节目 一下子就红 在春节电话晚会 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赵本山小的时候也是 跟他二叔在一起生活 跟他瞎子二叔天天就模仿他瞎子二叔 所以他模仿瞎子是模仿的 那就是比瞎子还要厉害的那种 然后从小吹拉弹唱嘛 因为他二叔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艺人嘛 就是叫走街艺人 所以这些东西就学会了 在某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边 一下就把他这个才能给爆发起来了 就是他俩就属于同样的那种艰苦的童年 然后就像这个李子柒就是 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的话 妈妈不在身边 然后跟爸爸生活 然后后来又跟爷爷奶奶生活 他必须就得很小很小的 就会家里所有的农村的火全部都会 因为我在农村待过 有些个活我是知道 他大部分活我都没做过 像现在那些个农村的孩子 基本上都上厂里打工了 他哪会那些个手艺啊 但是一看他的那些视频 有人说团队呀或者怎么的 但是你一看他干活你就知道了 特别干净利索 而且什么都会 拿起来就会 所以你就知道了 这是肯定 这个是属于他走红的最基本的原因 你看赵本山也是 赵本山从小的时候就是吃苦 然后的话呢 就是走街串巷的去给人家 去跟着他二叔去 跟人家吹拉弹唱之类的 所以就学会了一身这个本领 后来等上春节联欢会的时候 最开始相亲 后来的时候又是什么 卖拐啦 又是什么今天 什么昨天和明天啦 就是年年春节联欢会上 他都是属于压轴的那种 就是最好最好的时间点 都要给赵本山 所以的话他们俩 都是有从小的那种基础的 但是不是有人受苦 就将来一定会爆红呢 受苦的人太多了 小时候悲惨命运的人 比他们多得多 但是为什么他俩就爆红了呢 而且在农村里 就是那种 吃过苦的人 也特别特别多 会这些活的人 虽然说现在的人很少了 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个人 也是很多呀 为什么就是只有李子柒 或者是赵本山红了呢 我再看第二点 这两个人又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别 爱琢磨 从 因为我看李子柒后期的录像 就是看的比较少 就是比较唯美了 一看就是有专业团队的 我专门去找了他前期的录像 他最开始原始的 做了他自己的录像的那种 然后你就能看了他自己的 他那种拍摄的痕迹 因为我也有拍给我姑娘拍视频呢 或者什么的 有时候会剪辑呀 因为哎呀 笨笨咔咔的 这学这东西很难的 半天都鼓到不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一个镜头要捡来捡去的 所以学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难 而且他能把前期的镜头 也拍得很美 后来我就看了很多介绍他的人 就说他一个镜头 就可以拍两个小时 但是只取几秒钟 甚至一分钟 有的时候要上山拍那个雪景 他可以爬到两千米的山上 然后背着他那个相机 然后又背着三脚架 到山上的时候已经冻了 然后他又不能穿太多的衣服 穿特别臃肿的衣服呢 还要 就是拍出来效果不好看 还要穿的少一点 然后呢 把手捂一捂 之后弄个镜头 把手捂一捂再弄个镜头 其实只是为了拍一两分钟的镜头 就要费这么大的镜 很少有人现在能吃那么多的苦 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打工啊 吃苦啊 然后但是你要跟李子柒比起来 哎呀我不干了 那是我绝对不干了 我怎么能那样什么呢 然后 而且也能看出来 后期我又看到他一个做拉面的那个 就是特别专业 我就找了一些有资料 就说他怎么做拉面的 就说他开始根本都不会做拉面 他就找了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有一个是 到朋友是开这个拉面管的 他就去上那个去了 软磨硬泡水 我给你弄流量啊 我给你什么之类的哈 那个人就教了他 而且学了之后 他回家又练了 练了就是好几天 肩膀啊什么都算了 二十斤面都练过去了 然后才练出那个水平 还有一点 我看他的介绍上 其实在他视频中也能看出一点 他说他拍不好的时候 他宁可不拍 就是那叫做宁缺勿滥 我们有一句话 所以他的很多镜头 我估计他每一个视频拍下来的话 都有一两个小时的那种素材吧 最后剪剪也就七八分钟 而之前的准备工作呢 然后他后期的那种 就是说的一点点那些 还有道具啊什么的 你想他开始是一个人弄的 能帮帮他的 只有他的奶奶 或者偶尔是邻居那么一下 就是他吃的苦是很多 而且这个女孩特别惊异求精 有一个网友在下边评论 他说为什么喜欢李子柒 原因就是在于说 他自己做酱油 这些东西所有的都是自己做的 从地理弄的 有很多人就说的 从外买一瓶生抽就好了 买一瓶酱油 然后从外边买点 现成的挂面就做了 而且对李子柒说 这些全都是自己手动的 其实他在YouTube上 那么受欢迎 西方人看的就是要原汁原味的 中国的陶渊明氏的农村生活 大家知道了 农村生活肯定很悲惨了 就是说没有那么多好的东西 但是他把那个好的东西 给拍出来了 画面很美 但是呢 确确实实是农村的手艺 那种农村的活迹 就是他为了某一个镜头 每个事情他能自己亲自去学 亲自去做 而且能下得了苦功 这一点的话 很少有人能做得到 而且那个时候的话 看赵门山的时候也是啊 就是对这个事情的话 他得去琢磨 他得去弄 就是说 就像李子柒的时候 他去学做拉面 或者是学什么什么考全阳 那个最后的时候 虽然他是有很多那种生活素材 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枯竭呀 但是他估计的话 就是说赵门山会会时长的 再回农村呢 跟那些个人聊天呢 这个主意没有了 再去找另外一个啊 都是有农村生活那些个经验的人呢 跟他们一起去想啊 所以后来才拍出了什么 刘老根啊 乡村爱情啊 都是原汁原味的东北农村生活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能看出来他 两个人爱琢磨 还有李子柒 就是在打工的时候 也曾经想过创业 好像据说也创业失败过 这个就是具体的不清楚了 这个就是他俩爱琢磨 我再说一点啊 后来的时候 李子柒和赵本山都大红大紫了之后 那就是顺就是叫什么呢 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为什么的话呢 因为他们俩不像我们普通的人 一点点的 上学上大学 毕业找工作 接触的都是我们周围 这种很普通很普通的人了 然后呢 但是对于李子柒和赵本山来说 他们就从最底层 一下子就飞到了那种最高层 就像赵本山似的 中央电视台可以是全国搜挂 最好的人才的地方 所有的人才几乎都在中央电视台 他从最开始一上去 一下就跳到了那个最高的平台上 跳到了最高的平台上 然后他周围全都是大腕 然后他就可以这个学一点 那个学一点 这个弄一点 那个弄一点 然后的话呢 什么张一谋了 什么都是他的朋友了 什么冯小刚了 然后中央电视台的什么春晚导演了 他就可以跟他们学 就是可以一下子就学到了那种最好最好的部分 不用像我们是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其实和自己的生活层次差不多 你想到那个层次 你没有那个本事 你上不去 我们就是也想跳 但是跳不上去 李子柒也是啊 他在前几年不温不火了以后 在2017年爆火了 一下子就是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那种 就网络内外 然后就是很多的那种 就是叫做什么投资人啦 或者是策划人啦 媒体人啦 就可以去找他了 所以他周围有一帮帮他策划的 再加上他自己悟性很强 自己知道真学 然后的话呢 就开了一些个 后来又开了什么淘宝店呢 然后他后来 我想他后来走的路 应该会和赵本山一样顺风顺水 咱别说赵本山的后期了 后期的话 他有点参与到政治上面了 这个咱就不讲了 跟薄熙来那边 政治上牵扯比较大 所以他现在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待着了 如果没有后边那些事情 他只是做自己的媒体 做自己的本山基地 拍自己的电视剧 那么呢 他这一辈子都会很好的 我估计李子柒的话 就是说有他前妻这种扎实的功底 再加上他一下子就那种跳上了 就是我们 我们连那个门都够不到 而对于他来说 一下就跳到了那种 不能叫最尖端吧 就是比某些拍电视剧的那种赚的钱 还要多的情况下 他周围就是有很多能人了 来帮他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需要把握住自己 然后怎么样 到最后投资的时候不被人骗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谁来着 有个香港的那个投资人 叫张晓慧的那个前男友 叫 前老公是前男友来着 叫什么呢 也是上 就香港五虎队的 也是赚了很多钱 就是港台有好几个演员吧 还有谢天分他老爹 然后的话 当时也是赚了很多钱 最后的时候就是投资失败 就是你前期赚的钱 就是觉得你拍电视 拍电影 赚的钱很容易 最后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投资失败了 我不希望李子柒的话呢 走向这条路 因为我觉得他的童年 确实有点太苦了 虽然他后来大红大紫 现在的话呢 赚了钱那么多上亿 但是的话呢 就像有的网友就说 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认可 就是说把你的童年换他 你愿意不愿意啊 谁愿意要他那样的童年呢 所以现在应该是上帝 给他的补偿 但是他应该扎扎实实的 走好每一步 然后不要被 就是在选择投资方面的话 应该稳扎稳打 不要太激进 然后他以后的话呢 会走得很好 这也是我一个 这两条才了解他的人的 对他的一个祝福吧 嗯 好 拜拜 拜拜